在芬兰首都赫尔兴基港的左岸 芬兰总统府的对面 一个小山岗上 坐落着一座红色的大教堂 红 红砖 金顶的大教堂 在赫尔兴基甚至在整个芬兰 整个欧洲 它都是非常有名的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它叫 赫尔兴基的红教堂 和另一座白教堂相对比 简单称它为红教堂 它的英文名是 乌斯宾斯基 克西族 芬兰语叫 乌斯宾斯基 嘎德拉里 它是俄罗斯东正教的 一座主教堂 是在 俄罗斯 作为芬兰的宗主国期间 由 亚历山大二世主导 建设的 建筑的时间是1862年到1868年 为了建设这座红教堂 当时是从 芬兰西部的奥兰群岛 的一个堡垒 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那个堡垒 叫 Bomersand Bomersand 一个叫Bomersand 的一个堡垒 是在 芬兰西部的 奥兰岛 当时在 克里米亚战争当中 英法联军的海军 进攻那里 这个堡垒被摧毁了 那么俄罗斯人就决定 把这个堡垒的红砖 70万块从那里用博船运过来 修建这个教堂 当时为了修建这座庞大的红教堂 和另一座和另一座这个圣三一教堂 圣三一教堂是路德宗 也就是为了修建一座路德宗的大教堂 和这座红色的东正教的大教堂 当时俄罗斯政府规定 从芬兰的这个进口研税 这个研税当中抽15%的研税作为基金 15%的研税作为基金 芬兰全国 筹集资金来建这两座教堂 路德宗的圣三一教会在市区 二十星街的市区 它规模不是很大 当然建筑是很漂亮 但规模不是很大 那么俄罗斯当然 为了发扬光大 为了弘扬他们的东正教 就决心要把这个东正教的教堂 建的比路德宗的教堂要大得多 后来果然它建成以后 它的规模确实比圣三一教堂要大很多 规模要大得很多 而且所处的位置也是非常的险要 就在总统府前方的一个山岗上 在赫尔辛基的海边 也在赫尔辛基港的左岸 它这个位置是非常的 非常的显赫 规模也非常的庞大 为了建设这么大一座教堂 当时其实延税的基金已经不够 后来还从这个教区的居民当中 还有其他的地方弄了一些捐款 才把这个教堂建成 这座教堂的高度 建筑高度大约是35米 然后它是处在一个总统府对面 总统府对面这个海边的一个小山岗上 这个山岗的地势比总统府 总理府市政府这一带都高出不少 那么整个这个教堂的高度就显得非常的孤傲 有点像那个泰山那种情况 虽然在平原之中 但是它非常的突兀 所以在这个教堂的上方 在这个教堂的上方是可以俯瞰整个市区 什么总统府总理府 军队的首脑办公地等等这些地方 都在它的视野范围之内 所以俄罗斯当时选择这么一个地方 这么一个突兀显耀的地方 来建设这座东正教的大教堂 它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 那就是彰显俄罗斯的影响力 把俄罗斯的影响力 在赫尔辛基在整个芬兰 突兀于守卫 突兀于最高的位置 窄到这些地方 要让我们提供着 最高的一票 松开来 垃圾 前辐 最前辈 HP 大 大 芬兰 芬兰曾经做了五六百年的瑞淀的附属国 那么在1808年到1809年这场俄罗斯和瑞典之间的战争当中瑞典战败 俄罗斯战胜就把芬兰给夺走了 从此芬兰就变成了俄罗斯的大公国 其实也就是附属国 那么俄罗斯的沙皇就成为芬兰的君主 芬兰这个大公国的天然的君主 然后就占领芬兰三年以后 三年以后就俄罗斯决定芬兰迁都 它原来的首都是在托尔库 在芬兰的西部靠近瑞典 那么现在迁到芬兰的东部 再把这个首都定在这个赫尔辛基 赫尔辛基就由此成为芬兰的新的首都 这个首都就距离俄罗斯比较近了 也就是谁占领芬兰 然后这个首都就距离谁近 距离谁近就有利于谁的统治吧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在1915年的3月10日 拜访过这个大教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